今天的知识小学堂 我们要带您来关心 中国的崛起 也创造出一批中国富豪 但是越来越多的超级红色富豪 却选择携带基金 还有他们的资金 甚至是家产 全部都离开中国 为什么会这样呢 好 我们先带您看看 这是胡润研究院 他们所发表的一个 最新的中华富豪榜 有哪些人入榜呢 第一名就是55岁的马云 他的身家是高达2600亿 这是人民币哦 位居第一 但是是全球第22位 那么再来呢 第二名则是马化腾 2550亿人民币 位居第二 第三是许家和 第四李嘉诚 第五呢则是李兆基 好 那我们现在就看到了 其实呢 这些富豪身家非常的惊人 但是呢 事实上 中国的富豪榜 其实在这几年来 已经大洗牌 换了12人 很多人被判入狱 但是呢 这是因为在中共的体制之下 他们有时候就会变成 接下囚 而且呢 就会入狱了 所以富豪们就赶快 想要把自己的资产 全部都移出海外 这样才可以留有后路 那比方说呢 这是以江泽民为首的 红色隐形富豪家族 他们是以大概平均 每年这样子4兆的金额 去移出海外 那另外呢 甚至还有这个曾庆红 则是450亿 好 不止他们两人哦 我们现在看到香港的首富 李嘉诚 他是把他的棒子交棒 给他的两名儿子 眼光更长远啊 因为2013年以来 他从中国就抛售了 大概是3000亿港币的资产 而且呢 连上海 唯一剩下的公司 他也大裁员 那我们刚看到的这个马云 他则是宣布退休 然后呢 也转移了 1200亿的资产 这是透过基金的方式哦 去把资产移到海外去 那么至于万达集团的 王健林 他呢 则是大举在美国 买像是电影院啦 游乐城啊 好 结果搞到后来 负债4200多亿人民币 债留中国 所以共产党就很不高兴啦 因为他们已经说了 叫你把钱留在国内 你怎么还跑去海外 而且呢 还去买海外的资产 所以现在就发布了 这样子的一个规定 为了遏制这些 越来越严重的资本外流 个人外汇每年 不可以超过150万人民币 而企业海外投资 如果超过15亿的话 也要经过中共批准 这个是中共后来下的一个禁令 那我们接下来就带您看看啊 现在李嘉诚就被骂说是蛀虫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他在中国投资啊 而且呢 还有香港 买了超过7700多亿台币的房产 赚钱的时候来 不赚钱的时候走 难怪惹得中国人不高兴 香港首富李嘉诚去年风光退休 放心交棒给儿子 因为钱早就赚到数不完 27号中国自媒体在微博发表文章 标题写下李嘉诚真的跑了 痛批李嘉诚不断抛售中港房产 六年间抛售套现1700亿人民币 做工中国赚取千亿 赚钱时后来 不赚钱的时候走人 掏空了商业信用 注实中国经济的根基 早在四年前 中国官方相当不满李嘉诚 这一篇别让李嘉诚跑了 发文就是新华社旗下的寥望智库 本章形容李嘉诚只是靠特权致富的一届小商人 中国官媒不止一次批评李嘉诚有失道义 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得很近 暗指李嘉跟江派关系 现在赚保了 开始撤资 2014年年初 李嘉诚大量抛售中国商用物业 光是上海陆家嘴 市集会广场 售出200亿人民币 其他产业前后套现了800多亿人民币 电影蝙蝠虾经典场景中环 2017年也被李嘉诚抛售 超过台并1500亿天价 创下港史最高纪录 李嘉诚的资金全移到他看好的欧洲国家 尤其英国 投资电力交通天然气零售 超过港币4000亿元 大约新台币1兆6亿多 几乎买下整个英国 荷兰再生能源公司 奥地利爱尔兰电信业 李嘉诚通通差旗 前后撒下超过230亿英镑 香港首富出逃 看虽中港经济 也成为中国眼中钉 三连西红日方最后报道 优优化赢产